影着霜 你的根紧握 这片土壤 追着浪 我的夜飘过 万里边江 要向往 暗的尽头是 地久天长 当相遇又别离 当相依又远去 我不曾忘记 剑影刀光 划破斑驳的天空 落下的梦 破碎在风中 长风破浪 看千帆恒独喪 向天藏海 容装恐装飞烟 英国兵许难料 梦乐又怨一场 未愿你在身旁 不负春光 就算天根相恋 陪灭于天涯中间 看阴火落双肩 恍尘不归无憾 在你身旁 在根本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民 是你吗 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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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我没来的机会来救你 你不怪我 可是我心里头 我一直怪我自己 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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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你是谁 我为什么会在这 你为什么能让我看到我娘子 你们可以进来了 大将军 你怎么在这 阿英呢 大将军 您那病好了 您能认出我们吗 太子殿下一直想办法 想给您治病 阿爹 阿爹 您怎么样了 阿英 你瘦了 也憔悴了 这些时日 让你担心阿爹了 大小姐 刚刚太医才来看过了 说吐出了胸口的淤血 大将军神志清明 慢慢调养就无大碍了 知道了 我只觉得 我只觉得 这心里有块大石头被挪走了 可是吓坏你了 这段时间 可真是担心死了 阿爹没事了 阿爹没事了 真的 这些日子 就像做梦一样浑浑噩噩 现在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但是阿爹 您的头发 全都白了 阿爹 我傻话 阿爹老了 头发自然会白 阿爹都是要做阿翁的人了 头发怎么会不白呢 你 你舒服点呗啊 好多了 那我来就喝 事先怎么不告诉我 这法子太医说会很冒险 只怕会适得其反 其实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 你说要有个万一 我该如何面对你 但是后来我想 崔大将军 是个用兵即勇之人 若他知晓 定然肯冒这样的险 于是我便让穆千鹤 变了一场戏法 果然这一击 便将他体内的鱼血 积了出来 人眼就变清醒了 时期了 谢谢你 我辛苦这么久 你只说一句谢谢吗 那我要怎么谢谢你 现在还想不出来 可能再过几个时辰 我就想出来了 你说呢 这次一定要好好谢我 对了 我有个要紧的事情要跟你说 柳成风之死 我觉得很古怪 毕竟他跟杰硕勾结之事 并未终结 杰硕的首领 污落的堂底乌檐 前段时间扮成商人 混进了西长金 我已经派人跟了一段时间 但这个乌檐实在是狡猾 一不小心就跟丢了 我觉得此人 定是图谋不轨 不安好心 结束八成 是想浑水摸鱼 这么明目张胆地混进来 或许京中有人接应 我让长安 万年两个县的捕快 清查一下文殿 看能不能打草惊蛇 让他们落出罢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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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之前你遣人来街头 说你不想通过柳成风 在中间递化 所以你是亲自来见我了 柳成峰之前答应你们的事 都是我替他办的 但柳成峰这个人 他怀有私心 若认他从中取利的话 会影响你们接受的大事 所以我今天亲自来了 以显诚意 你身为中原的大官 如今竟然愿意亲自来见我 你是想让我们接受 替你办什么吗 只不过是一件小事 希望接受能够帮我料理 倘若接受能够帮了我这个忙 那么你们所想要的领地 盐 铁 米粮 我都会暗中给你们办好 什么事 杀了太子妃崔丽 她是崔乙的女儿 相信你们接受 一定会很乐意吧 你是当朝首府 杀了太子妃 你不惧怕会有什么后果吗 吴言大人不会失手吧 自然不会失手 不过就是杀一个女人 这回我带的手下里 还有两个绝顶高手 虽然那崔氏是太子妃 但只要经过我精心安排 杀她不是件难事 好 那么从今日起 我与杰术便是盟友了 杰术所求 我一定会尽力 但我的所求 也希望杰术能够尽力 但我还是不明白 你为何要如此 世人眼中 首府位即人臣 富贵已即 但前任首府又如何呢 办完了治水征锡 两件大事之后 累出一身病来暂且不说 还闹得君臣不合 最后落得个 身败名裂的下城 家族子孙 都发挥原籍去种田 当今天子 是个糊涂的君王 昏诺无能 且没有主见 我虽为相 且女儿在东宫做良地 可是我们故事合族的 荣宠前途 总不能寄托在 这样糊涂的君主身上 除了杀太子妃这件小事 你还要我们做什么 自然是我与朝中 与你们相商配合 如果朝中有事的时候 我会暗中通知你们 让你们在边境 出兵滋扰 如果朝廷派出的将领 是我的人 那么你们就诈败 让他立下战孤 如果朝中派去的 不是我的人 我自然会暗中想办法 让你们击败他 好 你这方法特别好 只要这仗 打起你下来 那些军中立功升官的将领 就全都是你的幸福 我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官 想要暗中掌握兵权 自然要想些别的办法 你这个人 胆子不小 野心也不小 但是我喜欢你 你放心 只要你肯帮助我们结束 我们结束 自然也会全力帮助你 嗯 啊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柳成风这个人 暗中恋慕催淋 你们杀太子妃的时候 一定要提防柳成风 从中作梗啊 这些事 忽然西长惊重 加紧击合文蝶之事 风声很紧 难以存身 为此 柳成风向我献祭 要揭露太子妃 他想揭了太子妃 与太子妃原走高飞 如此 用你们的话说 不妨将计就计 将那翠林 揭露出来杀了 自从返回中原啊 我这心里 从未如此畅快过 如此 尽可以利用乌鲁 只要带遭阿盈 我便可和她远走高飞 往后 就远离这一切纷扰 姓公子 达成所愿 顺心如意 阿淑 你改作跟我姓柳吧 你原本是孤儿 无名无姓 所以当时 换你为阿淑 其实 其实 其实我也是一样 没有父母 也是孤儿 你若是跟我改作姓柳的话 那我便也有了亲人 谢公子辞相 柳叔 这名字真好听 来 快吃 好 多吃点 我想请岳父大人到青云冠区住 那里十分清静 又有亲兵护卫 而且 玄泽也住在那里 这样岳父大人闲来无事 还可以交交玄泽 有个小孩 承欢喜下 也会少私手虑 一养新兴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我记得小时候 阿淇教我习武的时候 最是高兴了 好了 殿下 可以去上朝了 我还有一件要紧事要交给你 什么要紧事 我们那 后店那个芋桶 太小了 换个大一点的吧 好了 该就上朝了 嗯 不上了 那什么 那个街数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派兵来骚扰盈州啊 这下不是说好了 与桑和为界的吗 陛下 自打解散崔家军之后 或许 街朔以为有机可乘 故 又来犯我盈州 嗯 那就派太子去 他不是喜欢打仗吗 但是这次 一定要狠狠地打他们一顿 让他们记住教训 陛下 太子殿下身为储君 不宜带兵犯险 还是由微臣带领正西军 前往吧 行 那就你去吧 是 陛下 臣以为 裴大将军已有春秋 不如让裴元也一同前往 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陛下 就担心了 来 小军 是 这卓太子 看这办理吧 是 你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你都不知道 这裴大将军要出征 兵部顿时多了很多事情 还有 这不是因为大婚的事 几日没有去朝中吗 我那父皇居然也趁机偷懒了几日 如今 三省六部的文书都已经堆积成山了 我忙到这个时辰 也才处理囚牛一谋 那你用了完膳没有 我想吃转肉 你跟桃子一起吃的那种 还有啊 人家桃子每次琢磨出新鲜好吃的 都会交耳朵一起 你从来都不交我一起吃 朱友何呢 我现在就去叫厨房准备 都已经三更天了 这么晚了 别吃了 不如我们赶紧睡觉吧 不 还是要先吃涮肉 不 先睡觉 您就是传说中的崔大将军吗 我听过您好多故事 学业为街术 大战沁水泉 那是谁 讲给你听的 是韩将军 每天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 他都会给我讲故事 是韩将军 您的刀法天下文明 韩将军教过我一些剑法 我能给您学刀吗 自然可以啊 来 看好了 好 来 好 对 再来 好 到了青云关 阿爹的精神果然好了很多 崔大将军可以将你教得很好 那么一样 可以将玄泽教得很好 哦 原来你是打的这样的如意算法 这怎么能是如意算法呢 崔大将军有玄泽承欢西夏 玄泽又很仰慕崔大将军 可以跟他学习很多很多东西 这难道不叫两全其美吗 是 殿下说得都对 你不能老叫我殿下了 都好久没有叫我十七老了 明明昨晚刚叫过 那不算啊 那是你输了 我的惨头 阿姨 我在想 咱们要不要先生两个娃 一个叫阿枕 一个叫阿道 剩下的 慢慢在下 谁说我要跟你生娃了 之前你自己说的要生四个 不能少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 你出尔反尔 说话不算数 又会算盘的 你昨天自己定的规矩 我可没说 我不管啊 就四个 不行 你答应我 那就六个 八个 十个 这封印楼的炙肉啊 真是百事不严 昨天你派去我府上那个厨子 给我做了道新菜 叫烤露蛇 我吃起来啊 觉得太咸了 但今天一吃这炙肉啊 就觉得不想上下 穆先生为了家父的病 十分费心 这杯酒 是我们敬您的 哎 客气了 哎 对了 我听说 这营州有一种大黄鱼 出自极冷之海 而且每年到了春夏时刻 速降而上 这黄鱼鱼子十分美味 哎 可这么多年啊 我还从来没吃过 你既然姓崔 如你替我弄些黄鱼子吃吃吧 必当尽力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嗯 你帮我弄黄鱼鱼子吃 我再送二妹一个戏法如何 真的吗 那个太好了 我一直问阿爹 他到底看到穆先生 什么样的戏法 他无论如何 也不肯跟我说 世人都说 穆先生变戏法 犹如神险 那今天 总算能大开眼界了 你是不是喜欢萤火虫 先生怎么知道 先生怎么知道 他还没冲耶 你是不是在怀疑 他在带伤 你怎么知道 你看看 你就是在怀疑 这个人 我偷运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多谢穆先生 两位 今日吃得可好啊 特别满意 谢过客人 今日南边来了很好的活鹿鱼 客人要带一条回家做鱼块吗 好 那就带一条 客人上次花费重金才卖得一条鱼 今日又给了我们若多赏钱 我们掌柜说呀 今日这条鱼是柜上送给客人的 客人上次说家中并无蒜板 我们掌柜说呀 这把算盘也是送给客人您的 谢谢了 帮我告诉你们家掌柜 他可真是太会做生意了 不愧是西长经第一酒楼 注定生意兴 谢谢客人 客人 您的鱼 谢谢 给你算盘你就真要啊 咱们家确实没有算盘嘛 再说了 人家特意送的 不收的话 岂不是失礼啊 那你打算拿这算盘做什么呀 何必明知而顾问呢 当然是 以备不时之虚啊 你怎么会有不时之虚啊 我当然没有不时之虚了 我是怕你有不时之虚 你这么狠心吗 这可是算盘啊 有人说了 他的交期 动辄就让他跪算盘 与其网单的这个虚名 还不如名不及时 我说笑的 嘛 等于你 别改变了 这天无内兵 纪失业 小姐 让这数百名崔家军将士 即刻卸甲 至贝州修筑水区 据说 这贝州官吏十分严苦 对待咱们崔家军的将士 如同犯人一般 不仅苛口饮食 动辄 还棍棒相加 这些人实在忍无可忍了 于是攻退了一名潭副将 从贝州 一路逃到了西长京 想要见一见大将军或是小姐 这件事情 不要让父亲知道 是 这个谭副将 现在身在何处 他是逃出来的 身上还有伤 到了西长京以后 一直在我们崔府附近徘徊 那日我回府里取东西 还认得我 跟了我好长一段路 见我身旁无人 才敢悄悄上前同我说话的 我认得他是从前左营的副将 只是跟从前比 实在是销售憔悴了不少 想必这一路 定是吃了很多苦头的 他没有文笛 也不敢住殿 说是这几日 只能在城外的破庙里容身 这几日 是 这几日 这几日 是 好 等我已经过了这么多天 才吃一张涮肉 殿下每天回来 我都说可以吃 是你自己 非说太晚了不能吃 确实太晚了嘛 哪有三更半夜 吃涮肉的呀 今天是个好日子 值得纪念 华策呢 快把华策拿出来 把咱们 纪算上这荧幕画下来 不画 那我自己走 那就是不在这边了 那应该 在那个方向 不是呢 给我 我就知道 你给我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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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 快不掉 你不肯让我看 你怎么能乱画呢 我分明就没有 跪过算盘 你这么画 将来被我们的孩子看到了 那我岂不需要被笑死了 你现在没有跪 不代表你以后不会跪啊 我这叫 未雨绸缪 不 未卜先知 你这叫颠倒黑白 不行 这也得撕了 不能死 我救死 不能死 救死 我好不容易画的 救死 救死 给我 我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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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都已经毛时三刻了 难道殿下从前在郡舟 也是要睡到日上三干的吗 让我再睡一会儿 快起来了 不要让朝水门等着 来 亲密 我真觉得这一天好长 真的感觉度日如年 你呢 见不到我 是不是也度日如年 可是你晚上就回来了呀 所以 白天也没有很难熬 可是我白天见不到你 我就很难熬啊 好了 你快点忙完那些公事 回来就能见到我了 那你打算今天做什么 我打算 跟桃子去封营楼吃酒 别去封营楼了 上次送鱼就算了 还送算吗 这是最大的恶极 好了 赶紧起来更衣了 等你抓紧忙完那些公物 一眨眼的功夫 就能见到我了 嗯 嗯 我恶闹 这个就是太子 就是太子 我去封营楼 这去封营楼 去封营楼 的 就 была 大小姐 谭副相 属下以为 再也见不着大小姐了 大小姐 大将军可安好 父亲一切皆好 属下受备州四百余名 原崔家军将士嘱托 进京前来求见大将军 大小姐 我们没有活路了 大小姐 这是我们四百六十七人的联名血书 请大小姐过目 贝州官吏 从上到下 从来不怕我们当人 我们也是忍无可忍 才写下这血书 真是滋滋血泪啊 大小姐 天下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 是要回东宫吗 你不知道太子妃和桃子 一起去封营楼吃酒了吗 我现在要赶紧把事务处置妥当 带你一起去封营楼 桃子真是 他都没跟我说 走 我们去给他们一个惊喜 好 我现在要赶紧把事务处置 你怎么做成这样 一会儿怎么跟丁米交付 孙夫人确实带了女士来过来 他们今日会见了一位客人 不过没点什么韭菜 在雅间坐了一会儿 然后就走了 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是啊 也没坐多久 大概一炷香的工夫吧 我进去给他们添茶 就发现人已经走了 我进去给他们添茶 还在桌上留了赏钱 那是哪间房 带我去看看 好 我带你上去 世秦郎 太子妃和桃子 是不是已经回东宫了 我回去看看 不会 把这房子搜一下 是 是 世秦郎 长儿 你现在立刻回去 拿着我的印线 通知禁军 立时关闭西长经 所有的城门 任何人不准出城 就算奉旨也不行 要雨莲未来 是 这就是翠麟 翠姨的女儿 李妮的太子妃 无言 事前我们可说好的 我利用潭副将引出翠麟 你们接受 就会帮我把翠麟 带到此处 暂时安身 然后 翠麟归我带走 到时候李妮发现 翠麟失踪 她一定会四处寻找 你们是否能够得偿所愿 趁机截杀李妮 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没错 我答应过你 你也答应过我 事成之后 就给我真正的神药 让我服下之后 哪怕我以后再也不吃药 也不会筋骨寸断而死 不错 我也答应过你 那你现在把神药给我 我把翠麟带走 我把翠麟带走 那她呢 任凭你们处置吧 但是我还能够越来 那我一个人 都是人 净 那我 我无所谓 这么天啊 真的 你也有此事 还得了 我 如果忘了流年映火 等回忆碎了沉默 若在你心上的斑驳 那牵扯使我难舍 如果思念不曾遗忘 却念着回到最初一刻 宿命曾有过的温柔 多想为你留着 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 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 沿着心里的轮廓 等待是我的执着 如果爱记得为你说的承诺 颠覆了影我会为你爱着 心愿为了你割舍 一直等着你回应我 如果爱记得为你受的承诺 颠覆了影我会为你爱着 心愿为了你割舍 一直等着你回应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